一家上市公司三名高层 包括集团首席执行员 不但被指涉嫌挪用150万令吉公款 据信还私下开公司准备敛财 三人早前遭反贪会逮捕 或准延扣到星期一协助调查此案 不成推设庭法官是在昨天 批准反贪会延扣三人四天 反贪会指出 三名涉案者年龄介于40岁到50多岁 他们是在星期四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 到不成反贪会总部入供后遭到逮捕 他们被指挪用一项总值约 八千万令吉的建筑和采矿项目的资金 此外三人还成立一家 未经董事会批准的公司 准备开展总值二亿五千八百万令吉的合作项目 同时他们还涉嫌使用公司拥有的物业 以收取价值三百万令吉的租金 案件目前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 第16-A-A条文 接受贿赂罪 展示 请不吝点赏 bullet讯